庄長 慢點啊 慢點 那個女的 怎么看起来那么像林真心啊 难道林真心跟王翔 他们两个早就认识了 那为什么 林真心会跟高粱走在一起 可果又跟王翔 事情变得好奇怪 把药吃了吧 吃完我就回去了 这么着急 是怕你男朋友找不到你 还是怕你仇家找不到你 王翔 你别这么说话行吗 你如果真把我当朋友的话 就应该支持我和鼓励我 不是这样阴阳怪气地讽刺我 我就是因为跟你 是那么长时间的朋友 所以我才希望你想清楚看明白 最早你说你要报仇的时候 我说什么了吗 可是自从我撞 自从我撞你 你跟高粱在一起亲热的时候 我就知道 完了 什么都完了 你报仇去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王翔 我现在很需要你这个朋友 我还有很多话我只能跟你说 我不能跟高粱和我妈说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我总不能看着你明明往一条死路上走 我还以脸无所谓暗号 特别好 祝你幸福 可能吗 你别这样 你别哭了好吗 行行行 你别哭了 我怕你 我怕你 好 我答应你 不管你怎么样 我都支持你 你别哭了 我别哭了 是 你什么事 我认为你 我已经在于心 Mission 拜拜 你不要哭了 你干吗哭 他们笑我 说我爸是公司不跟我玩 你不要哭 我来陪着你玩 你真的要陪我玩哦 男生本来就应该保护女生 老公公不许骗人 我从来不骗人 就在那天 啊 我有朋友了 我有朋友了 不管距离多远 都会一直陪在我身边 给你吹 让人这美好的瞬间 却消失不见 妈 我爱你 我爱你 怎么忘却 算自己软弱 把你做我的心底 一点一点抹去 叫我同道 傻浪昧 恨你不如恨自己 怎么办 你必须要吃人的样子 我问你啊 你喜欢的那个女生 什么时候认识她 回答问题 我跟她青梅竹马 小时候她家里出了事 短暂的在孤儿院住过 我们在孤儿院认识她 怎么了 没事 王翔 你 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啊 当然 喂 你就这么走了 啊 风小华 傻妈妹 不是 你来干什么来了你 这 看不见我腿有伤吗 伤得这么不明显啊 这来了也不关心我一下 真是 小韩 找我又是 废话 那没什么事情你会找我啊 哎呀 现在呢 你也算是一个有新欢的人了 有了新欢之后呢 你的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还会顾及到我呢 对吧 没有你说吧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还是我的好妹妹 停 我现在对哥哥妹妹这种事呢 一点兴趣都没有 您好 好 两杯咖啡你帮我们喝 不要打扰我们说话 快点快点快点 拜拜 好 谢谢 谢谢 请问一下 你对这个林真心 有多了解啊 小韩 你又怎么了 我悔婚真的跟真心 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没有真心 我也不会跟你结婚的嘛 我问你什么 你就打什么就对了嘛 你快点告诉我 关于林真心的家事啊 他的学历啊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是 他父母是干什么的 你知道吗 真心的父母 是旅居德国的华侨吗 真心在德国住了很久 他最近才回国的 这一定有人在说谎 不是林真心就是高阳 要不然就是王翔 夫人 欢迎回来 干嘛呀这是 走开 欢迎回来 好 行了 你去冰箱 把我的燕窝拿出来吧 好 是的 夫人 你 好了 快去快去 去 好 勤快倒是挺勤快 就是太吵了 你看你 他不这样 你又嫌人家嘴不够甜 你怎么 我上去洗把脸去 宗裁夫人 这一刻刻都什么毛了 真是 夫人 请喝燕窝 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是的 夫人 晚上吃如意猪手 四季鱼片 酱卤白菜 烟熏老母鸡 等等 还有 有客人吗 是的 夫人 总裁说了 今天真心小姐会过来 给我介绍好 你怎么帮你 不服用 你不服用 你了 你 你一定要扶着 我 你不服用 你不服用 你会用 你不服用 你不服用 好好 晓晓 这是郑特主 也是我大学同学 郑特主 你好 郑特主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好了 晓晓 不要说对不起了 你也不要用手术 没关系了 晓晓 你去忙吗 是 先生 你不走 你干什么 那天使怎么会在你家做朋友啊 你 你说晓晓 晓晓 她叫晓晓 真是云香 衣香 华香荣 好好听的名字啊 又来了你 你看哪个女孩子不可爱啊 我劝你啊 好好找一个值得定下来的女孩子 真真切切地爱一回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什么什么时候 你 啊 啊 是不是很长时间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人家长得像天使一样 你怎么样 你要做保护呢 他做不做保护 他跟天使人有关系 他天使就是天使 看着你跟高士邦一起下岸回家 我就气闷 跟你一起回家的 不应该是我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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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 我先去去 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天 好 谢谢 天哪 陶总跟梁晏 他们之间真的有暧昧 高原要是知道自己的妈妈 跟陶总有婚外恋 那不晓得 受不受得了 你跟我说说 直走 你跟我说起来 夫人好 妈 对不起 夫人 夫人 对不起 妈 没事吧 夫人 对不起 你想干什么呀 吓死人啊 伯母 没事吧 伯母 你一定要那么对我吗 你这样让我跟高原 有很大的压力 是啊 妈 是爸说真心帮了公司大忙 所以邀请真心回家吃顿饭 你能不能不这么白脸色给大家看 你还处在这儿干嘛 下去 我给你讲讲这规矩啊 你这样不对的 好 您真心 我很佩服 你破坏我们母子感情的功力 真是越来越炉火成青了 妈 没有人会破坏我们母子的感情 就不要再卑躬舍影了好不好 你 又怎么了 刚才我们不是沟通好了吗 刚才我们不是沟通好了吗 别这样 这人哪 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他虽然不是酒庄老板的亲生女儿 可是他也没说谎啊 他家里的确是做酒的 那又怎样 不说真话 你就是在说谎 你就是在说谎 你听我说 真行 这是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啊 高阳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妈妈 是改嫁给这个爸爸的 我没说 是因为 我怕你觉得我们家太复杂 还有 我没想到我们两个 会发展得那么快 所以 所以 所以就对我若即若离 你还是为了这个 伯母确实警告过我 他也派人调查过我 我一直想跟你说 可是我怕你觉得 我接见你是有目的的 所以我一直 一直心神不宁的 你怎么这么傻啊 如果我们两个人 认定要早一辈子 你看 就不应该对彼此 有任何的隐瞞吗 坦诚是维护两个人关系 最重要的 也是唯一的方法 高阳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意要骗你 我发誓 我是最不想让你难过的 但凡有别的办法 我也不会这么做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 该要再难过了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可恶 可恶 本来以为这次 可以彻底揭穿 这个建国的真面目 没想到高阳跟石岚 居然被他几滴眼泪 给说服了 这一次 我又白费心机 喂 吃饭了 我气饱了 你们吃吧 你 真是 喂 糟了 梁燕不知道会跑到哪里去 万一九点以后 陶正宇等不到梁燕去赴约 两个人一脸牺牲 一定会怀疑到我身上来 我不如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将他们一举 去估访 去估计 带 去估计 谢谢大家